好了,光寡孤独残 这光跟寡呀,其实就是男性跟女性分开了 都只能没有另一半,孤阴不生,孤阳不长 是很难过的 你研究这一行,你整天就钻这些东西 本身,这跟现实当中啊 它虽然是根本的道理,但是直接的一些 现成的东西啊,它那道理它说不清 它不是马上来运用的,你当然知道它是一个道理 所以把它定为这个片门啊,虽然它是根本 好像感觉你老是见头片红,泡门左刀 不无证业,多难听的都出来了 这种人,你想找到另一半 它研究的本身就很少 又不为社会主流 很多人会看不起 自以为它好像什么都不是 那么还有 这个除了另一半之外啊,孤 指的就是自己没有下一代 不管男女,这个不分男女 很多时候我们中国那个词呢 说男人就相信女人 说女人就包括男人 只说一半就够了 字,子呢,被笔墨干嘛呢 现在好像没什么 不就没孩子嘛,丁科啊,很潮流时尚啊 被一些西方思想 文化,他们也没什么恶化 灌输的,被他们那种经济,科技 所谓现代化的,这种生活影响 到头来,过得实在不幸福 你认为养孩子是累赘 你穷可以穷养啊 你稚气不要穷他 精神抚养他就好了嘛 根本都想不通 也不知道人怎么想 到年纪 不找对象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嘛 比你工作事业都重要嘛 先出家后毕业 你碰不到是一回事 找了对象 又不结婚 结婚 又不在一起 在一起又不生小孩 你看嘛不嘛 现在人都搞的这些东西 很时尚 来呀 不行再来一个再结一次 怀了孩子打掉 你都在搞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那些因债 那些牵扯你的 你万劫不复啊 你回去就知道 来不及了 你说我不懂 那不懂 真的有那么笨吗 那你看别人 你还觉得不会吗 那你笨也要交智商税 就是这样 你不懂 除了车祸创死人 就不负责任了吗 那有些不懂 它是代价很大的 你说我不满十四岁 那不满十八岁 总可以了吧 那杨奸法管不了你 有自由因件 其实我们小孩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懂事 只是他那个时候 不会说 不太有点 不敢说 会有环境 父母压力 但他心里什么都懂 尤其特别重要的是 他好的坏的都会击备 那对他影响很大 我们现在讲 就是神经疏突 那时候 起了结 已经有新结了 所以结婚就是问题 然后 生孩子 你如果真的是算尽天机 没有学好就给人乱算了 那真要出问题 影响你下一代说不定了 孤